今天呢给他讲一个男子追求女孩不成就诅咒女孩 结果害人中害己的故事 在一个夏天的晚上 阿珍被念经生吵醒 打开奶奶的房门 看到了不该看的一幕 只见房间里的蜡烛突然熄灭 接着奶奶就被大嘴怪吃掉了 长大后 阿珍来到了东京工作 这天 他收到了一个礼物 打开盒子 里面竟然是一个馋的尸体 这一幕把阿珍吓得跳 吃饭的时候 阿珍告诉同事 自己拒绝了领导阿强的告白 同事告诉他 阿强之前也被其他女孩拒绝过 至于报复 阿强就诅咒了那个女孩 馋的尸体有可能就是阿强故意放的 这时 阿珍发现 阿强正在对面观察着自己 但很快就转身离开了 下班后 阿珍发现夹眉口也出现了很多馋的尸体 而且大眉上还有用血化成的诅咒图案 似乎背后有人在跟踪自己 细思极恐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阿珍发现阿强的手竟然受伤了 他怀疑自己大眉上的诅咒就是阿强弄的 阿强做这一切就是为了诅咒自己 镜头一转 阿珍接到妈妈生病的消息 于是打递递砖车回到了乡下 回到家 妈妈就让他先祭祀一下祖先 看着祖先的照片 阿珍想起了奶奶被大嘴怪吞下的那一幕 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爸爸 爸爸开始回忆那天发生的事情 原来 那天妈妈病情突然恶化 爸爸在医院陪伴妈妈 结果奶奶就去世了 这时 邻居阿婆突然出现了 他警告阿珍一定要看住妈妈 晚上会有大嘴怪出现 果然 到了晚上 妈妈突然开始念经 怎么劝都不听 仿佛得了诅咒一样 第二天 阿珍躺下发现 屋顶上出现了和东京大门一模一样的诅咒图案 事情变得越来越诡异了 为了调查清楚 阿珍回到了东京 他开始跟踪阿强 趁阿强不在家 溜进了家里 在阿霞家里 他发现了很多诅咒的物件 咒服 面具 小人 纸钱 一种诡异的感觉油染而生 他还发现了一个录像带 录像带上 写的正是那个被诅咒的女孩的名字 阿珍打开录像带发现 里面记录的全是阿强诅咒女孩的过程 以及阿强偷拍自己的画面 阿珍感到很恶心 没想到阿强是个死变态 突然 阿珍发现 自己的胳膊上出现了一个咒印 完睡后 阿珍回到了乡下 这时的妈妈已经病入膏肓 凭着一口仙气活着 但是妈妈还是拖着疲倦的身体 排成了念经 而此时的阿珍感觉浑身疼痛 梦到大嘴怪吃了一个画面 以及阿强的嘴脸 而且身边出现了很多缠的尸体 手上的咒印也越来越明显 突然 阿珍被惊醒了 看到了身边缠的尸体 他立刻站了起来 伴随着念经声 阿珍打开了妈妈的屋门 看到了似曾相识的一幕 蜡烛突然熄灭 妈妈也被大嘴怪吃掉了 小时候不害怕 这次却被吓昏了过去 第二天 阿珍发现胳膊上的咒印不见了 屋顶上的咒印也消失了 可是打开了屋门 发现妈妈已经去世了 与此同时 东京的阿强也死在了家里 阿强诅咒没有成功 却把自己搞死了 果然是害人中害己 随后 阿珍就辞掉了工作 回到了乡下 这一刻他才明白 奶奶是为了保护妈妈而死 妈妈是为了保护自己 把灵魂献给了大嘴怪 其实阿珍挺可怜的 什么都没有做错 却落了这个下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如果有人向你表白 即使不喜欢他 也不要拒绝 只要把他打死 如果有人念经 千万不要打断他 不然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 最后抽一个不点赞的小朋友 把他送给大嘴怪 学习诅咒